MGM 按 gender 同學安靜囉 來作正 開始陳政務之前 我要先介紹我們有新同學 來 新同學我們掌聲一下 好 那我們請木雪先坐一下自貨組織 大家好 我叫小柔 從咖啡轉學回來 很高興認識大家 我們謝謝小柔 好 那這一年的相處啊 希望大家多多照顧她 好 那這邊有座位啊 麻煩妳坐那裡 欸 妳怎麼會早來宜蘭啊 因為我爸的工作啊 那妳有來宜蘭玩過嗎 沒有耶 那妳在禮拜六有空嗎 有啊 我帶妳去體驗一下 義大哥 有山河水還有人情 好啊 哇 車上面好大喔 這裡是歪繞沙灘啊 妳沒有來過喔 沒有 我爸工作很忙 很少出門玩耶 那妳可要誠心這樣 好好玩的過癮囉 走歪西咯 可是我穿鞋子耶 脫掉就好啊 會被偷的啦 好啦 等我一下啦 慢點 那是宜蘭著名的龜山島啊 龜山島啊 龜山島有名於龜羽 龜羽 龜羽宜蘭縣頭城鎮 海岸已公約10公里出喔 東溪約3.3公里 南北約1.7公里 面積只有2.85公里喔 海岸縣約10公里長 一般民眾登島期間為每年的3月至11月 不斷的騎至尊島還有機會看到地獄喔 哪天我們一起去吧 好好好 我衝上去的耶 欸哥 她是我們剛剛欣賞的同學 我在這裡副手 特意要講這裡有什麼吧 有帥哥啊 看不出來嗎 這個是我妹 她如果上課很吵的話 可以罵她 好好 好什麼好啊 如果你想要看海岸線的話 後面有一條步道 然後後面還有一條衝浪街 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看看喔 我們看一下沖沖再去吧 我們看一下沖沖再去吧 WOW服務區 有名建築師搖人喜設計 正對著龜山島 獨有一片濕地沙灘 得天獨厚 可供遊客散步賞景 在外奧沙灘旁 有店家提供衝浪教學 遊客可以一場浪離奔馳的快感 我跟你說喔 這裡是北關海潮公園 是早期著名的蘭陽八景之一喔 這裡也是重要的關愛 所以有著藍城索藥之稱 新潮在此設置營的巨顯移手 控制空行 這麼厲害啊 對啊 北關海潮公園 位於投城鎮跟新里 沿著園內的步道前行 可看到園內現存的兩座砲台 砲台歷史約180年 還可觀賞單面山 豆腐岩 海時平台等造型獨特的地質景觀 現已成為濱海公路上最佳遊覽據點之一 園內步道依地勢而足 引領穿越巨石夾置的一線天 在崎嶇礁石間巡遊 遊觀海潮上難忘 可遠眺歸山島及南陽平原 近看則金桃拍岸 南陽八景中的北關海潮 並非浪得虛名 怎麼感覺海潮上很像啊 那是因為這裡的海岸 是經過千萬年出燒而成的 單面山 豆腐岩 小海甲等 自然地質景觀 當然和拍在沙子上也不一樣啊 你聽不覺得海潮的聲音很好聽嗎 看這裡很漂亮吧 呃 好像有點那麼感覺欸 你就到那裡去我幫你拍照吧 突然感覺到好餓啊 呃 跟我出門會讓你餓到嗎 走 我帶你去吃最新鮮的線拉海產 出發 GO 帶我來漁港吃東西 對啊 這也是1971年屁建完成的大溪漁港 是頭城最主要的漁港 堪稱帶海離未在最短的距離 絕對保證新鮮 還有帶客料理 可以馬上品嘗獻餓海產的鮮甜喔 假日也是觀光客 榴槤出足的地方呢 原來如此 那還不趕快帶我前往 下午兩點就可以多多去去進港嗎 嗯 而且這裡的漁獲好像很豐富欸 那當然喔 讓我帶你一看就近吧 這是什麼 這個是這邊特產噴壺 那它俗稱就是火山貝 它是超好吃的 老闆請你吃一顆 來 超多隻的有沒有 隻都這樣低啊 我怎麼看不可以吃了 吃起來怎麼樣 吃起來很鮮甜喔 很鮮甜對不對 大溪漁港 擁有台灣海域各類豐富海產 每逢下午兩到三點 一艘艘漁船滿載而歸入港 漁夫將辛苦一整晚的漁獲搬上岸 大溪漁港可是在地人都推薦 購買新鮮漁獲的最佳場所 一般購買漁獲是用台金計價 但大溪漁港所有的漁獲 都是用公金計價的喔 相當便宜又划算 大溪漁港充斥了醇厚爽浪的 原始漁民風 漁飯要賀聲不斷 絕對讓人看得目不暇己 欸你帶我來上一下把我賣掉喔 當然不是啦 我可不想賠錢呢 這裡是零美食盤步道 這裡的特色表現 呈現低海拔生態森林 及四棱沙岩石畔為主的溪流瀑布 原來你帶我來這裡是獅銷販多金的啊 對啊對啊我們走吧 臨美食盤步道 呈現低海拔森林生態系 及四棱沙岩石畔景觀 絕類植物豐富多樣 沿途還有溪流瀑布等景致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踏青 步道全長約1.7公里 呈圓形環狀 沿途上山棕比桶樹 滿步山葉也去十足 今天走了一整天 相信你腳應該痠了吧 對啊超痠的 來來來我帶你去上一下 走 出竹吧 對啊這又是哪裡啊 這裡是江西泰國公園 於2005年12月完成使用 溫泉這水池也太清澈了吧 這裡的溫泉清澈 屬於鹼性碳酸泉 具有豐富的礦物質 還有一種分碳解的成分 這五次比車位 溫度是豐富有美人湯池 你多泡一泡 看看能做一泡的美人吧 你的意思是說我很醜就對了 不是啦我是說我 我該多泡一泡了 我原來是我聽錯了 可以啦可以啦 謝謝你今天帶我出來玩 客氣什麼啊 大家都是同學啊 今天我們去了好多地方啊 我們去了海潮公園 鄰美孤島 歪爾海灘 大許一港 桃尾溝公園 宜蘭真是太好玩了 這算什麼啊 宜蘭還有更多超美超好玩的地方 你還沒有去過呢 下次你再帶我去吧 那有什麼問題 宜蘭有等你玩